20世紀初, 著名的科幻作家 H.G. Wells 已經預言 人類終有一天會發明世界大腦 他會學會世界上所有的文字和知識 而且懂得持續地學習 如果未來真的有這個大腦出現 管載人類的衣食住行 讓你不用思考, 那你又會不會會呢? 現在已經有很多IT公司在研究人工智能 Google Brain也是其中一個 而負責項目的原來是香港人Andrew 廣南開發Google腦, 人工智能取代人? 這個Google大腦是全球最大的人工神經網絡 它背後是用數據中心的一千部電腦 支援十億個網絡連接 它懂得像BB認卡片一樣學習 去年6月做實驗的時候 Andrew播放了一個星期的Youtube貓咪短片 他就自動學會變形貓咪 再向電腦輸入貓這個單字 他就懂得聯繫這些動物和貓這個字 人工大腦學會了這種深度學習之後 成果已經應用在很多手機的語音識別系統 Andrew之前已經成功做了不少耳人的機器 例如無人駕駛的車和直升機 懂得自動清潔的家務機械人等等 他又創辦了免費網上學堂 教授入門級的機器學習課程 全球有近17萬人報讀 其實Google一直野心勃勃想做智能機械人 他們剛剛還將Android之父Andy Rubin 轉到機械人部門 同時又收購7間機械人科技公司 但是有人就擔心這類大機構 不斷收集全世界的數據 而且沒有問過作者 就scan了很多書本 如果他們再壟斷更多的資源和技術 將來可能會引發人類的危機 GoogleAndTheWorldBrain這套紀錄片說到 50年內Google怕且可以掌握我們 每一個人在網上看過的所有資料 甚至可以用這些東西來要挾全世界 如果他的大腦還像人一樣思考 是不是有機會取代人類呢?